长年期第十二周 星期三 没有一番风顺二 公读圣马窦福音第七章十五到二十节 你们要提防假先知 他们来到你们跟前 外批羊毛 里面却是凶残的豺狼 你们可凭他们的果实辨别他们 经济上其能收到葡萄 或者激励上其能收到乌花果 这样凡是好树都解好果子 而坏树都解坏果子 好树不能解坏果子 坏树也不能解好果子 凡不解好果子的树 必要砍倒头颅火中 所以你们可凭他们的果实 辨别他们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 咱们将继续 昨天浮传的话题 昨天我们说 在浮传路上 没有一帆风顺 甚至指浮传者呀 切记在浮传的时候 那种浩大喜功和激功尽力的诱惑 那这个诱惑就是 喜欢的一帆风顺 那么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呢 浮传的继续 那意思是说浮传工作 它是一个医生的工作 不是说灵洗后就大功告成了 那绝对不是 反而灵洗只是基督徒的刚刚开始 后面漫长的浮传 那就是指的牧灵 咱们平常说的浮传 一般是指向无信仰者的浮传 而牧灵呢 我们是指的 比如说一般的本堂神父所做的工作 使牧灵就是说培养基督徒 灵洗的基督徒这种工作 其实这两个工作 我们都可以叫浮传工作 那么牧灵就是要牧养基督徒 如何在跟随耶稣的路上前进成长 使其越来越像似耶稣 那么我们要下面说的是 在这牧灵工作中 仍然没有一帆风顺 也就是基督徒要遭受到的考验和磨难 也就是说是指的教会 特指的是教会要遭受的内忧外患 我们今天福音特别提到的是 内忧外患中的内忧 一般的外患我们指的是教会所遭受的迫害 比如说教难 或者说教会遭受到的世俗了 这个世界的坏风坏速对教会的考验 而内忧呢 是指的教会内部所发生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而这些内部内忧的考验 而最大的又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今天福音所说的主要的 那就是假先知 耶稣说 你们要提防假先知 他们来到你们跟前 外皮羊毛 里面却是凶残的豺狼 我说这个内忧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这个考验来自教会的 可以说是教会的领导人 因为这里这个先知啊 实际上是指的教会的领导人 精神的领导人 在旧约 先知代表着以色列子民的那种精神领导 先知在旧约像是什么 天主的代表 天主的代言人 先知在以色列子民中的身份 甚至他比司机 比君王更加重要 或者说 以色列子民就是被先知带领着 所以耶稣这里提到了个假先知 你就知道有多么可怕 如果天主的代表坏了 变成假的 你说还有什么考验 比这考验更大的 那什么知道 什么是假先知 实际上假先知不只是在新约 并且在今天教会有 远在旧约时代就有 比如在梅瑟以后 那个以色列子民时代 有一个叫巴郎的先知 这个先知设计陷害以色列子民 你本来先知是带领以色列子民 走出南关 找天主 不要犯罪了 他却设计陷害以色列子民犯罪 让以色列子民吃败账 那这个先知就是假先知 还有在以后 以色列子民历史上 也出现过一些腐败堕落的先知 甚至是先知团体 因为在过去旧约呀 他也形成了一些先知 就像今天的神志班差不多 就是有些先知 他组成一个先知团体 可能这个先知团体 拥有一些先知身恩吧 但是这些先知团体 有时候一个团体都能坏 就是变成 他们不再是提天主说话 而是开始变成什么 变成就像无事无事 差不多算卦项面 转门替别人 可以说蒙出私利的那些 这是假先知的可怕 那么这个可怕 我们看耶稣是怎么形容 为什么用这个可怕这个词 是因为耶稣用的这个图像可怕 耶稣说 他们来到你们跟前 这个词光这个词都有点怕 说他们来到你们跟前 他们值得假先知 你们就值得平信徒 值得我们教友们 值得基督徒 他们来到你们跟前 这个你们甚至是善心热心的基督徒 他们来到你们奔前怎么 外皮羊毛 里面却是凶惨的豺狼 这个图像 真的是有点令人恐惧啊 什么是 那意思就是外面是羊 里面是狼 那才令人防不胜防 这就是主耶稣用 形容腐败堕落的先知所用的图像 所以这个图像令人毛骨悚然 外面是羊 里面是狼 那你谁不怕 那比肢子就狼 狼来了 我们跑了 但是来的是羊 可是当你去接近这个羊的时候 突然之间他把你吃的 把你咬伤 因为他是狼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 在现实生活中 真的有人或者先知 或者从事目领工作者 那用咱们今天的话说 主教神父了 或者在教会服务里这些人 能够变成狼吗 首先要肯定的是 没有一个人天生是豺狼 也没有人不会变成豺狼 也就是说人不是豺狼 但是人在心中都隐藏着豺狼的种子 换句话说 任何人都有成为狼的可能性 我讲耶稣讲的福音是这意思 因此我们将人类简单的分成正邪 黑白 这个是要不得的 即使一个人出生在邪派 心中有善 一心行善 那就是正派之人 同样的如果一个人生在天主教 生在基督徒的家庭 但是心中怀着邪恶 他也就是邪恶之徒 说清楚点 那不是额头上刻着基督的狮子 就是好基督徒 而是在心中和生活上刻上狮子 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这就是圣奥斯丁的看法 基督徒的范畴 远大过有形的界限 可是这样也可以这样说 任何团体内都可能有基督徒的身影 也就是说 只要哪个地方的人心中怀着善良 怀着基督所善的善良 又去生活中去实践 其实他们一定是基督徒 因此我们可以结论说 正邪黑白 那不是外在的一个标准就可以定断的 外在的标准只是一方面 更主要的是看人心 而 豺朗正是指的人心 说到豺朗 说到这个人心 我们触及到一个或许只有天主才可以解答的秘密 就是人心难测 好似深渊 是好是坏 难以分辨 甚至就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们自己是好是坏 我说人心难测是指在人心中潜伏的邪恶 就好像人体内的邪恶的DNA 也就是原罪所离留下的遗毒 就像弃罪中一类的东西 这些东西若不发作 人好好的 可是一旦发作 他就会对人造成伤害 严重的能够使人心变成狼心 也就是人性泯灭 我想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 你们要提防假先知 他们来到你们跟前 外皮羊毛 里面却是凶残的豺狼 那意思就是说 人里面的那个东西 如果变成狼的时候 人心变成狼心 那这个人就像一个狼 你谁接近他 他就咬伤你 所以主耶稣的话 应该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 从开始就有一些人 心怀不轨 潜入教会内部 耶稣说的时候 你们要提防有些假先知 来到你们跟前 他们来到你们跟前 这一句话 也就是说 那些来到你跟前 他就他本来就是狼 就是那些被邪恶操纵的人 无论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 此时此刻 他们就是豺狼 即使他们是不明是非 不便真伪 被坏人利用的可怜人 就是说他们好像是个托 我们也要小心他们 因为这就好比 有些人 是可怜的 他被魔鬼附着 那其实被魔鬼附着 他就变成魔鬼 变成他人跌倒的隐忧者 纵然这些人值得同情 我们要远离他们 因为此时此刻 他们就是豺狼 所以不论是非 就是说不分 不分不没有明智的 广存着怜悯 不明智的与这些人接触 那就会受到他们的伤害 那第二个意思就是人心变坏 就是说人一开始听好 后来变坏了 这可能是最令人心痛的事 就是本来是先知 变成了假先知 就好像尤达斯 若往宗徒嘴 尤达斯的描述 是这样的 他说 他说这话 并不是因为他关心穷人 只因为他是个贼 掌管钱囊 长头去其中所存放的 那这句话就让我们知道 尤达斯的变坏 不是骤然的 而是漫漫的 他掌管钱囊 长头去其中所存放的 那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坏的意思 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投钱 一分钱 一毛钱 一块钱 十块钱 一百块钱 越投越大 人心越来越坏 换句话说 如果连宗徒都有可能变坏 那我们谁还敢傲慢大义 事实上 很多最后 那走到万劫不复 不能回头地步的人 在最初都挺好的 他们都是从小事上不注意 慢慢开始 而最后变成天亮泯灭的豺狼 好 那么下面我们默想第二部分 咱们要看的是 如何分辨谁是假贤 也就是谁是外面的羊 里面是狼的人 那耶稣的方法就是 你们可凭他们的果实 辨别他们 经济上才能收到葡萄 或者激励上才能收到乌花果树 这样 喊饭是好树都结好果子 坏树都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 饭不结好果子的树 必被看到透露火中 那耶稣的这个回答 很简单明了 不需要做更加详细的解释 我们首先要做到的 我觉得是 首先呢 你先不要反省 别人所解的果实 别人是不是柴狼 我们先反省是自己 不是别人是不是狼 而是说 我们是不是被狼性所感染 就是常想 自己是不是个人生 不要光看了别人的罪过 就是昨天福音所说的 事实上分辨他人 调查他人 非常容易 反省自己 承认自己已经被狼性所感染 很难 难的原因就是 我们可以为自己所解的果实 恶果 找很多理由 因为这个原因呢 那个理由呢 反正就是不承认自己的过错 但是一转脸 对于他人 我们绝不留情 毫不手软 我就见过 特别那自负圣明的人 就是觉得自己很有胜德的人 大家都说他有胜德 要这样的人 承认自己的错误 实在是不容易的 不止他们自己 会为自己开脱 因为这些人 还会有一大批的铁杆粉丝 为他们开脱解释 也就是当他有粉丝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偶像崇拜着 把他的毛病都能说成德行 当一大群人 共同为一个人的错误开脱时 那就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危险 就是这一大群人 都变成了狼我 也就是团体邪恶 一个团体成了邪恶的了 范迪刚第二阵大公会的教长 教导我们说 有一种团的邪恶 是团体邪恶 金银群人 为了共同的利益 形成了一个邪恶团体 那这些人形成一个网络 咱们互相包庇 互相这个帮助 实际上 因为我们一个人倒下 全部都受影响 就像做生意一样 说昔日那些 与耶稣为敌的公益会 就是这样一个被邪恶感染的团体 当一个团体被邪恶感染后 只要是身在其中 就很难不被感染 当然 很难 并不代表不可能 而天中圣神 可以在任何邪恶的环境中 创造一个出于你而不染 灼青脸而不咬的圣者 所以在任何时候 我们也不要一杆子打翻 一传人 那么除了自我反省之外 我们也需要有一颗明智的心 不是做警察 今天判断判断这个 审判审判那个调查一下 而是一种来自天中圣神的激进 就是主耶稣所说的 看我派遣你们 好像羊进入狼群中 所以你们要激进如同蛇 淳朴如同鸽子 也就是激进像蛇一样 这一点对于很多人来说 很难 也就是很难 又有鸽子的淳朴 又有蛇的激进 不是这个好 就是那个差 有些人呢 激进缺乏淳朴 而另一些人淳朴缺乏激进 所以这一点在教会内 或许能取偿不断 就是彼此之间 那就是诸圣相通工 你比如说 有几位神父 或者几个教育 组成一个团体 这个教育这方面好 那个教育那方面好 那这就形成了一个共荣 那这个共荣 就是彼此相爱 取偿不断 是神恩的共享 也是爱德的共享 所以作为基督徒 我们一定不要妄下判断 千万不要认为 主耶稣所说的这段圣经 马上我们就拿着这段圣经 去看这个神父 看那个主教 看这个教育 把人家说成外边是羊 里面是狼 或者把某些热心 比如有些教育 在教堂里特别热心 人家出来了以后 就是有点不好的行为 就说人家进汤像羊 出汤像狼 把一个人一下子打死 不要那样 耶稣的福音不是干这个 福音不是这样解释解释 就那什么的 我们听了上面的耶稣讲的这些福音呢 说你们要小心这样的外皮羊皮 里面是柴朗的 那后面耶稣的话让我们的分辨 其实啊 耶稣就是让我们怀着一种 耶稣的心情 去面对教会 那所遭受的重创 所遭受的考验 就是教会所遭受的这些磨难 就是有基督的心情 那耶稣的什么心情呢 心痛的感觉 就是圣保罗宗族所说的 谁软弱我不软弱 谁跌倒我不心交 这种心痛的感觉是来自什么 来自对教会 对人灵 对天主的爱 因为没有爱 你不会有心痛的感觉 没有爱了 你会有愤怒 嫉妒仇恨 没有爱的时候 那就是比如说 批评这个主教 批评哪个神父 这个主教神父该死 那个教友该死 这个没有爱的时候 那就是判断定罪 这人一死地毫不留情 所以我们也不容易分辨 到底是对事对人 或者谁才是对人不对事的人 所以呀 这个一定要小心 换句话说 我们在这里 耶稣说 他们像外皮羊皮 里面是凶残的狼 当这句话的时候 不要说你的眼中 看到的都是狼 耶稣是指的什么 在我们眼中 怀着爱和智慧 因为没有爱的人的眼中 坏人和罪人 都又不是人了 打出歪门邪道 妖魔鬼怪 异端携手的口号 然后就不用长仁义道德 然后这些人都统统 盖死下地狱 因为对人讲人爱宽恕 可能某些人就不是人 而是对人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对人 讲人爱宽恕的时候 这某些人可能就成了妖魔鬼怪了 对付这样的人 那就是不要顾及任何道同道义 我们就说他是人 只要是人 那就是我们就不能做了 对他们就要仁慈原谅 但是如果说他们是狼呢 狼就得要杀死他 所以事实上有时候我们教会 今天如果教会 咱们中国历史上 有一段历史层间 就是要想把一个人打倒 把他说成是妖魔鬼怪 这样的我们大家可以 毫不顾理及情面的时候 把他打倒 所以这是一个 一定要小心这个谎言 所以耶稣说 你们要小心那些外皮羊皮 里面是凶残的狼 他会伤害你们 并不是说我们把所有人都当成狼 是指的他那个心 他那个行为 他心中的恶 所以耶稣说 你们可凭他们的果实辨别他们 那耶稣的话很清楚是 他们的果实 什么意思 他们是人 财狼不能用他们 用人来形容 所以说这个财狼是指人的恶 心中的恶 所以我们恼恨的是邪恶 而不是被邪恶产生的人 所以如果我们将人当成财狼 弄死 那说明我们也就变成财狼了 因为无论谁 只要心中被仇恨 被邪恶 被暴力所感染 那他不就像了凶残的 没有人性的狼了吗 所以教友们 咱们听了今天的福音 我们就知道 在教会里没有一帆风顺 所以今天你们看到 一个神父在一个地方传教 我们发现出现了很多 不理想的事情 在教会里也有一些不太理想的 主教了 神父了 或者福传者了 我们不要想外邦人一样 我们马上就把这些人打倒 弄死 耶稣让我们说什么 耶稣第一 你们要提防贾仙 这是让我们正确的面对 教会会有这些考验 耶稣告诉我们什么 这些考验 并且耶稣也没有说 这是小考验 没有 这个考验很大 就是外皮羊毛里面是凶残的狼 这个考验很大 防不胜防 但是耶稣说 不要怕 你们可以凭他们的果实 辨别他们 耶稣教给我们的方法 就是怎么样去面对 不用害怕 那么我想咱们今天呢 把这个福音咱们再读一遍 大家聆听 你看看今天的福音 通过神父的讲解 你觉得哪一句话 在你的心里比较触动 把那句话记下来 在心里反复祈祷 看看能告诉你什么 你们要提防假先知 他们来到你们跟前 外皮羊毛 里面却是凶残的豺狼 你们可凭他们的果实 辨别他们 经济上 才能收到葡萄 或者激利上 才能收到乌花果 这样 凡是好数都结好果子 坏数都结坏果子 好数不能结坏果子 坏数也不能结好果子 犯不及好果子的树 必要砍到头颅火中 所以 你们可凭他们的果实 辨别他们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阿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